我覺得過完年後,我們備戰狀況就是在心態跟比較有傷兵的發生 因為過完年回來後心態就收心,因為總之在放假也沒有放得很長 所以就是收心,再加上怎麼樣讓小朋友在心態上可以趕快聚焦 要趕快要打這八天七場的比賽 所以比較是屬於在這方面的調整 對,目前看起來就是如果以今天這一場防抽的狀況,我覺得確實是不太OK 但好險還是第一場,所以還可以再做調整 我覺得就是我們設定好的計畫是一條路 如果需要有其他的進化,或者是有些危機的狀況的話 我們怎麼樣去做危機處理 對,所以就變成說反正順應任何人的狀況,反正最後目標就是要進行 我就知道,如果你的樣子…